在《星汉灿烂》第一集中 林布宜和程绍商就相遇了 并且程绍商还帮助林布宜抓到了偷换军械的董旧父 虽然此时林布宜只见到了程绍商的一只手 但是却对程绍商有了很大的兴趣 还跟住人家马车走了一段路 那么林布宜对程绍商一见钟情吗 程绍商喜不喜欢林布宜 一起来看看吧 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原著中 林布宜对程绍商都是一见钟情 原著中林布宜在灯会上看见孤孤单单的小女娘程绍商时 就想住哪天要把她带回家了 而在剧里也能看出林布宜对程绍商是与众不同的 出狱时她借她脱困 她看到了这个小娘子看似无味的外表下 藏着的那颗细腻敏感的心 只不过原著里林布宜对程绍商的喜欢太过潦草 剧里提前铺垫一下 让林布宜多料解一下程绍商 能大意灭亲的程绍商才能被从小对姑父恨之入骨的林布宜欣赏共情 后来灯会之上两人在狱 林布宜本来是去捉拿街头人的 却不想程绍商闲逛的灯笼摊子住了火 关键时候 林布宜帅气地将四娘救下 然后留给她一个背影就离开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程绍商还没有喜欢上林布宜 因为相比于林布宜这样的大英雄 程绍商更想要找个普通人安稳度日 本来程绍商是不喜欢的林布宜的 她觉得两人不是一路人 而且父母的冷落 让她不愿再付诸真心于他人 直到她遇到了他 那个让她愿意再一次敞开心扉 奋不顾身的人 在林布宜那里 她感觉到了偏爱和被保护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两个人一路从欢喜冤假到相知相爱 经历了很多 程绍商看清了自己的心 她选择了林布宜 原助理林布宜 程绍商经历生死后互促心事 互相在臂膀上咬下牙印 立下了永结童心的誓言 看剧之后 林布宜给我的感觉就是稳重霸气的少年郎 云淡风轻之下的尘科与坚韧 和惊奇一样 她没有那些顽固子弟的放荡不羁 她没有世家公子的桀骜不驯 有的只是那双眸子的锐利与寒良 程绍商牙字逼豹的性格我很喜欢 不圣母 晕得轻 不惹事 也不怕事 我好爱她的大义灭亲的那种狠劲 她什么都清楚明白 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不得不说这两人真的是绝配 程旨携旗桑顺华回到都城 同行之人还有程绍商的二兄程颂 以及同一天出生的孪生三兄程绍公 桑顺华是白鹿山主之女 言行举止亦是温婉端庄 令程绍商对这个三淑母产生了好感 并且三淑母第一眼看到绍商也很喜欢 和肖元一不一样 她看到的是绍商身上的优点 在三淑母的眼里 绍商聪明伶俐和其他女娘不一样 她懂得鸟鸟的聪慧 也有著作为长辈的宽容与理解 为娘娘巧妙地化解这尴尬和苦难 在书案风波中 她更是直言肖元一偏心 可这世上有些人 为了彰显自己的公正无私 有时反而后代旁人 苛待自己的骨肉 你说可笑不可笑 三淑母的话已经很明白了 肖元一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也不是不懂自己的偏心 但是她没办法接受不在她认知下的程绍商 她要矫正程绍商不在正轨上的心 用现代话说 她要考试第一名的女儿 要才冒双全的女儿 要听话乖巧的女儿 而程绍商永远不会是听话的女儿 偏心 也许是她把理想话的女儿 嫁接在了泱泱的身上 是她心中另一个程绍商罢了 反过来看程绍商 剧中不管是怎样的遭遇 她都没有卖过惨 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过 几乎没有情绪的大爆发 她只是用平淡的语调 把自己曾经遭受的一部分东西说出来 而且也只是为了解释 现在做一些事情的原因 虽然渴望公平 期待父母给她做主 给她出气 但是程绍商至始至终没有说 没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去哭诉自己曾经的遭遇 让别人来心疼自己 没有卖惨 却把我快虐死了 就跟那小刀割肉一样 一阵一阵的 心里疼 每一个小动作 小眼神都传达出来对母亲的渴望 但是萧原一接收不到啊 不过现在好了 绍商有三叔母和兄长的疼爱 现在也有人会回头看她 表扬她 宠爱她了 程绍商终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终于有人替她说话了 看到两个哥哥都在维护她 她心里也会感觉到温暖吧 词营会 在维护她 词营会 我 我 得